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当中的我们链表当中最后一个知识点,就是静态链表 好的,我们本节课这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静态链表 谈到我们这个静态链表的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数组来表示链表 用数组元素的下标来模拟代案链表的指针 它是什么呢? 用数组表示代案链表 用数组元素的下标 模拟什么呢? 单链表的指针 好的,静态链表的每个数组元素它有两个域构成 它有两个域构成 一个呢,是我们的data域,就是数据传放数据元素,跟我们的单链表是一样的 是由 每个,它跟我们双链表是一样的 数组,它由什么呢? 两个域构成 两个域构成 为这个data域 还有就是我们的指针域 指针域 data域呢,它存放的是数据元素 指针域的话呢,它存放的是我们元素的后继元素所在的数组下标 由于呢,它是利用数组定义的,我们的静态链表呢,它是由数组所定义的,它属于静态存储分配 因此呢,它就叫做静态链表 这是它的这个来历所在 然后呢,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静态链表的存储结构 静态链表的存储结构 Cost 首先Cost的硬测 MaxSize 等于100 我们这是100呢,它只是我们这个实例数据,可以根据实际问题呢,来具体的定义 我们这一块呢,暂时给它定义为100 然后呢,来定义我们的这个结构体 Template Template DataType Struct Node 在我们结构体里面呢,首先呢,我们定义这个DataType,它表示不确定的这个数据类型 Data Type定义一个Data,就是我们的数据域 数据域,然后呢,定义这个 Int Next 这是我们的指针域 是我们的指针域 我们这一块呢 要看到我们的指针域,它的类型呢,跟我们前面的单链表或者双向链表的指针域是不一样的 双向单链表的话呢,它的这个指针域的类型呢,它是Snode的 而这一块呢,指针域呢,它是Int型的 它的意思呢,就只是说是我们这个数组的下标而已 然后呢,最后呢,是这个SListMaxSize 就相当于是一个数组,相当于是一个数组 当然我们这个TypeDefine 可以这样,加上一个TypeDefine 当然呢,他们呢 可以把它们放到我们这个后面 好的 在我们静态链表当中呢,进行我们插入操作的时候呢 首先是从这个空前链的最前端摘下一个节点 并且呢,将这个节点呢,插入到静态链表当中 插入到静态链表当中 在删除,在进行删除操作的时候呢 将被删除节点从静态链表当中摘下 再插入到空前链的最前端 再插入到空前链的最前端 静态链链表呢,它虽然是用数组来存储 线性表的元素 但是呢,在插入和删除操作的时候呢 只需要修改游标 不需要移动表当中的元素 从而给进了在顺序表当中插入和删除 操作需要移动大量元素的缺点 但是呢,它没有解决连续存储物分配带来的表长难以确定的问题 这是我们静态链链表和单线表的一般链链链的区别和一般的所在之处 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我们静态链链链的插入和删除 我们在这块呢,不来实现 让大家呢,自行来实现 也就是我们这几个的作业 作业 自行 实现 静态链链链链链的 插入和删除操作 好的 关于我们这个静态链链链链呢 知识点呢,我们就简单的讲解这些 因为它呢,也是我们这个 在链表当中呢 出现几率不高的一个知识点 好的 我们这几个内容呢 就包括这些 谢谢大家